全油管最快新闻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9日报道,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否认参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地面行动, 称媒体报道是错误信息。 此前有伊朗媒体报道称5000名美军人员参与行动, 并且美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行动。 以色列官员对军队人员的管理能力和忠诚失去信任。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, 针对哈马斯的第二阶段作战已开始, 更多以色列地面部队已进入加沙地带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